大家好,今天是9月20日星期五 中秋節過後,十分之happy 市場成交又多,又升了 指數又升了多,過萬八 今天升的版本十分之多 我們看看最多的五個版本是哪個 半導體、必然、化學製品、子酮、農業、煤炭、中立企業 都OK,我們看看 這些版本的上升都是有因有由的 好了,半導體 最近中國也在說 自己本身的7納米光刻機 自己搞定了,所以半導體一定是very good 中芯國際、華盛半導體 開始和精換半導體要多點留意 SMPT 也是可以的,香港的 這些爭氣暫時未被美國制裁 所以這三間東西是需要繼續留意的 如果你想炒冷門的話,想想品質國際 起於90年代,八年代,這隻東西經常炒到悲喜 好了,接著是化學製品 化學製品的話,當然,化肥一定會用的 東樂是和氫氣的製造有關 這就是氫能源車的方面 還有這些是中海石油、化學 是需要留意的 好,紙和氫原製品 製造要好的話 包裝紙一定會用得多 在這方面,九龍紙葉、李文造紙、陽光紙葉 都是和這些方面有關,可以留意一下 煤炭 煤炭最主要就是今年的冬天市場 即是國家分別預期會冷 以及用電又會多 因此就需要煤炭的發電 所以這些,記住Mongol Mining 藍窩壁這些小小的錢 不過升幅波動大 中國巡伯也可以考慮一下 至於中華、中煤能源、中國神華 這些是很傳統的東西 大鵝龜星不是太多 如果真正要搏的話 如果搏的話 你又不怕輸本的話 就搏這些 細細粒容易吃 彈來彈去 乒乓波,挺好力量的 綜合企業方面 那就沒所謂了 旗幅生活、服務的話 這幾好,四毫子底 看看 還有這些,黎新國際就想想 其他就是中信股品、泰國 這些都OK的 中立企業 這個暫時就未去到 看看板塊 板塊的時鐘 融庫基金升得很多 阿里巴巴又升 快手跌跌 騰訊跌跌 美團升跌 有幫保險等等 這些都是蠻好的 今天 我的討論 都要開始吃糊 好 因為 之前的時鐘 我早點已經畫過幾樣東西 給大家知道 不妨再再畫一畫 第一 如果能夠升破了這個位置 一百二的 這個位置 是 very good 因為 這個就是 開始挑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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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又說 中國經濟會很差 很差 因為大家便會死 應該死 會死 記住一件 牛仔 是在很多人的絕望之下 出生的 熊仔 在很多人 興奮的時之中 而出生的 這個 曾經 很多時候 真正 嘩 是不是 跌倒下來 又說 沒有了 香港沒有了 香港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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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那就上來了 一直都是這樣說 我們很多時候,你不看到爺爺的八力 那你怎麼好說呢? 爺爺八力的東西,真正好話好不好聽 你如果中了新冠 你都不是一吃藥,你就馬上烤 你熟的是蓮花清溫,你都要吃夠十幾天 起碼要吃四天,然後要休息十幾天 如果你吃這個就要幾天才行 普通的感冒,你都沒有你病,你七天八天 所以這裡很簡單,吃藥之後 你吃藥之後,就像上火箭一樣,當然不是 做人不要那麼貪心 所以在這點的時候,我們會看 經常畫給大家知道 第一,在這裏 我們這次的升幅是這個 升幅是這個 升幅是這個,這個是怎樣? 大約是162,去到182 中間有2000點 那你182,加2000點上去 就去到202萬點左右 這個我一向都跟以前都說過 大家知道 我們對這個後市 世界是美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不要經常想著這個 當然,我們都要清醒 未來五年 美國人一定會跟中國捏很多鋪 捏很多鋪的時候 在中間有很多的波動 這個波動裡面是給大家有機會 看著看著,賺到差不多的 又好收手 然後又要再去買國 這個是高沽低渣的過程裡面 特別是當美國起五年之內 跟中國一邊咬手瓜的話 一直都說 2030年起 中國就非常好 因為美國捏不死我們 當然,2035年的時候 中國不起 就被美國捏死了 大家回家吃鹹豆 所以在這裏 我是對美國捏不死中國 是很有信心的 因為我們是龍的傳人 他是什麼呢? 不知道 就知道他什麼傳人 好了 那接下來 剛才給大家看過 是不是? 我們今天是華盈啤酒 華盈啤酒